各位花友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到青苹果花草园来看花 今天要和大家说一说 蝴蝶兰在它的花开拜以后 怎样修剪花感更好 能够更快的复花 我这里呢有两盆蝴蝶兰 它们花几乎是在同时拜掉的 左边这盆其实它的花先拜掉 后面这一盆呢 这一颗蝴蝶兰的花比它晚了半个月拜掉 我给它们修剪的时候呢 都是从它的花感的最后一个节点剪去 这颗也是这颗也是 但是呢这一颗花的花感上 很快就出现了新的花苞 大概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 那个小花苞就长大了 而这一颗呢实际上比它更早修剪 但是它的原来那个花感上的最后一个节点呢 虽然看着鼓鼓的但是没有发育 我把它们呢 我把它们呢这两颗花是放在这一个组合盘里面的 所以都是放在同一个环境下 那这一颗不长小的花芽呢 就说明我用那个方法剪它是不对的 那这两颗花你要说它有什么大的差别 也看不出来 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蝴蝶兰的花开败了以后 你可以从它的最后一个节点剪去 但是如果在两三个星期之内 它都不发出新的花芽的话呢 就赶紧把它全部剪掉 就像这一颗我就把它全部剪掉了 不然呢会耽误它下一次的花期 我这里还有一颗蝴蝶兰 现在正在懵懂花芽 这颗花呢就是在它的花开败了以后 我立即就把它的花杆剪掉了 完全剪到了根部 剪到了根部以后呢 它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只长叶子 长根 它的根非常漂亮 长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很准时的在秋天来临的时候 发了新的花芽 这是根 这个是花芽 非常漂亮 那这一颗剪掉它的花杆以后呢 它等了半年才萌动新的花芽 从这颗花 萌动花杆的时间来看 如果从根部剪掉花杆 它复花的时间会等的相对比较长 可能要等半年以上 和季节也有一些关系 如果急于看花呢 不妨就尝试在最后一个节点那里剪掉 假如你发现最后一个节点那里有萌动的迹象 那它很快复花的希望就比较大 但也不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剪掉以后 如果你发现原来的萌动停止了 并没有继续变得蓬勃 你就马上把它剪掉算了 还是剪到根部呢 比较好 不然呢 它就一直都不会复花 就像这一颗 我就把它完全剪掉了 剪掉了以后 它的根和叶子都长得更好 这样呢 它才有可能去萌动新的花芽 等它萌动了新的花芽以后 那就像这一颗这样 看起来呢 这颗蝴蝶兰的株形也更加漂亮一些 假如你家里的蝴蝶兰比较多 有好几颗 甚至十几颗二十几颗的话 那你就可以两种方法都尝试 根据你花败了以后 花杆的状态来决定是否从根部剪掉 两种方法呢 各有益处 完全还是看个人喜欢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电 Sh道 电 Software 电头 电脯 电钯 电音 电棺 电转